另外投手袁冰退場了 袁冰中繼了三又三分之一局 投了53個球 31個好球 22個是壞球 他僅僅被彭正銘打了一支安打 飆出五次三陣 沒有40球保送 沒有10分 目前袁冰是勝利投手的候選人 換上來的投手是沃勒 要觀察一下 沃勒過去出賽了五場 都是後援 總共投了四局 有兩場的救援成功 四局的投球被打了兩支的安打 兩次三陣沒有保送 他是有失掉一分的 但是是非自責分 九局上半 2比3 一分落後的兄弟向隊 換上了代打楊宗范 代打第九棒的劉耿興 楊宗范打機率有兩成八八 沒有全力打11分的打點 這個球一壘方向 出了界外 這代打很正確 對 等於說是劉耿興今天的打擊表現並不好 而且楊宗范的攻擊能力原本就是比他的手臂要好太多 一分的落後 兄弟相對 上壘就有機會 對 球員都站起來了 這個球只有回一半不空 兩好球一塊錢 沃勒的球是微微會往下掉 掉了差不多一個球 有點嚇沈的味道 天地的壞球變成兩好兩塊 天地的壞球變成兩好兩塊 現在這場比賽如果贏不了的話就要吞下六連敗 那新東牛隊 這則是過去九場比賽 三陣六棒 也很慘 對 一棒落空 代打的楊宗范 遭到了三陣 精神一出局 這樣子看起來已經 相對連續五名打者都被三陣 前面連4K是圓比黑的 這個小氣球 這個垂直角度的一個變化 過去12個人次當中 就只有彭正銘打出安打上的 最近五上五下通常都是被K掉 都被三陣了 現在打擊的是陳志遠 一分差距 有拳雷打能力的打者上來 這種對決是相當好看的 陳志遠目前四支拳雷打跟彭正銘 都是兄弟相對裡面拳雷打最多的 都是四支 聯盟也是排名第四名 臥勒的球雖然不快 但是他的球是球質還不錯 都會往下掉 這個球掃到左外野方向 遭到了蘇建榮的接手 不錯 六星級的守備美肌 不錯 這個半局 徐勝民徐總教練 神技沒有算 剛好換上蘇建榮 這個守備組的去守 左外野 蘇建榮沒有讓總教練失望 不錯 這個球就算沒有拳雷打 也是二兩打以上 變速球帶得很好 打得有夠強勁 蘇建榮這一階價值連城 重要的 這一階有可能就是一場比賽 黃九龍還蠻擔心的 不知道有沒有怎樣 整個蘇建榮接到之後撞到牆 球沒有掉出來 兩樣出局了 守備組的確實厲害 謝嘉賢是退場休息 有時候謝嘉賢會過來守衣 但是今天沒有 就直接讓他休息 最後的機會了 現在換上代打的陳志宏 陳江河,抱歉 陳江河,繼續讓他打 就看陳江河 一好一壞 剛剛沃樂大概也下了一大堂 變速球 被打到空中去了 發現沃樂對左打者投球的效果還蠻好 變速球 下層球 投的都不錯 對右打者的話 可能會比較容易攻擊 陳江河是第一次碰到沃樂 沃樂今年有兩場比賽 遇到兄弟相對過 有一場拿到救援成功 這壹個球 安打 陳江河 敲出了安打 梁昂出局之後上到了一壘 把戰線拖進到中心打線 下一棒是周思琦 那個球沒有接到那有多嚴重 二壘安打 這個球太重要了 手也很深 宅出見榮 這一接真的是價值連城 否則這次安打分數最平 陳江河的近況是不錯的 這也是未來極力要栽培的 三代將的成員之一 是 還是輪到周董、周思琦 第一個球去逃球 快速球投得過來了 周思琦 前面四次打擊 三打輸 一隻安打 一次獲得了保送 一壘有跑者 投手向一壘做牽制 這應該是專心的讓周思琦來攻擊 看有沒有長打出現 或是說安打也可以 因為黃正銘也可以接上來打 現在道壘必須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 天地的壞手變成一好一壞 因為如果到底失敗這場比賽就結束了 對 因為現在等於說是 還有另外一個目標可以追求的 就是你如果長打出現的話也能夠得分 周思琦是過去連續三場比賽都有貢獻打點 周思琦也是第一次碰到沃樂 這個球打穿了一二壘防線形成安打了 陳江河停在二壘 停在二壘 停在二壘 兩出局之後接連兩支的安打 兄弟相對 最平分在二壘 超前分在一壘了 新龍牛隊馬上喊暫停 接下來一棒是彭正銘 好有趣喔 劍速球 劍速球就比較不理想 稍微在高的位置 就打得很紮實 這個球擋下來是對的 因為萬一你要跑的話 其實江建民的